我们把我们想起来的主日 把我们的步道回交在你的手中 就我们看见了 我们看见了每一张椅子上面都坐在那里面的人 每一个椅子上面都坐在那想要来认识你的人 就有好多我们的朋友来了 有好多我们的家人来了 就我们看见第一趟坐满的人 我们看见第二趟坐满的人 我们看见礼拜又晚上坐满的人 就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祷告了相信你要我来 相信你要为我们成就 主要求祢带来让正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带来让祝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希望祢把得住的人书想要给我们 我们要让祝福了每一个幸福了我们的人 每一个幸福的人 可能我想要来认识你的音乐 祢带来让祝福了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祷告 上礼拜光与牧师的信息 我觉得非常的激励我们许多人 因为他说两三个人同心合一聚集的时候 就有神在我们的当中 他就要听我们的祷告 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充满着神迹奇事的教会 对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人参与在那种 几个人几个人的线上导读当中 我这个礼拜听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见证 所以我今天邀请这个小组长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小组在导读上面经历的见证 听你们 大家好 就是我们在透过三四个人 那天就四个女生 然后我们就一起的祷告 那天其实从中午开始呢 我这边就是已经落枕了 我的转我就只能这样子转 所以脖子是完全不能动的 但在那天晚上呢 我的小组长就问我说 那我们就一起为你的脖子祷告 那一开始其实我是很没有信心的 我就想说抱着隔天早上醒来 应该就会好的心情 这样去祷告 然后在祷告的时候 第一次我就发现 祷告完我的左边就可以转了 然后我们其实就已经很惊讶了 但是他们就不放弃 就说不行你要得到全然的医治 所以我们就的话第二次 我们就一起的再来祷告 祷告完之后 我的右边又可以转了 但是祷告是什么 就是我们是要全然的医治 那我就发现我转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点痛痛的 所以我们就花了第三次的祷告 我们就再一起祷告 祷告完之后 我的脖子就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舒 那个小组长隔天早上跟我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 惠姐我真的要跟你说 这真的非常神奇 因为那天做结束祷告的是一个小组员 然后那个小组员 就是当那个小组长讲完说 我真的完全不痛 那个小组员就完全地愣住 因为他就觉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这就是光丸牧师说的 当两三个人同心聚集的时候 Extlesia就在我们的当中 神迹奇事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要祷告 我们是一间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神迹就从你的生命开始 所以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是我们要去经历神迹 是我们要去建立神迹 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要让那恩典在我们的当中 让那一个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来祷告 Amen 主要我们就为了我们之间 像年代上祷告 主要就是祝福 是一间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这是一间充满整个人的教会 相信我们就求你 心中的向上 这样就把我们的 就不几次的数个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我们就宣教 每一次到我们的时候 你都要去 每一次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要请你 我们要求你 看下祝福的预备 让我们的心中 来下全然的恢复 全然的因子 每个人就谢谢你 耶稣谢谢你 我们就是想敬价 今天 我们的神秘 爱你 谢谢你 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心中 我们就让我求你 祝福的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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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自己的小组 来祷告 当你每一次 小组聚集的时候 不是只是分享聊天而已 是神的同在 要在我们的当中 是我们要开始 带出神迹奇事 所以我们为着 我们的小组来祷告 在今年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小组 都经历一个突破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小组 都经历一个复兴 所以当你 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 你要去看见 你每一个小组员的脸 然后你要为他祝福 你要宣告你的小组 就是一个最有神迹奇事的小组 你要宣告你的小组 就是一个最吸引人来的小组 我们一起为着我们的小组 我们来祷告 Amen Amen Tanite Amen 今年你要信心 每一个小组 今年你要使用每一个小组 带出许多神迹奇事 开始里面示范 拜拜 這次是天花小秋拜 這次要讓每一個小秋在祝福宴中 從來就 這次是我們傳統的小秋 最有神氣其實的小秋 每一次去職的時候都要帶出你的狀態 每一次去職的時候都要帶大聯樂隊在我們的當中 每一次去職的時候 我們終於都要帶出我們的狀態 我們就來當中 我們要帶一切的愛人們 繼續不夠全國拜 为我们的牧养童工 我们来祷告 你闭上眼睛的时候 看见你小厨长的脸 然后就求神祝福 他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着恩典的生命 也要为着我们所有的传道人 牧养童工来祷告 求神与我们每一个牧养童工同在 让我们更多的去经历 神放在我们当中的恩典 还有祝福 为教会带来一个更新的突破跟成长 我们就为着我们所有的小组长 为着牧养同工传道人牧师 我们一起来祷告 Amen 这是 今年六个月 这么多磁 磁盖 这是 但是 我们需要像你 一样 fixes 更 divers 我 是不是 到 下一塵 成 行 去 我是 救命 祝能带领我经过一切 祂一直破碎心灵 是被辱者之忧 祂是沙烟在等半间 却对祂能行走 祝能够 祝能够 我是祂能够 我是祝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 祝对祂一直破碎心灵 是被辱者之忧 祂是沙烟在等半间 却对祂能行走 祝能够 祝能够 我知祂能够 我是祝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 祢们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这几天我一直都用真一节的经文在祷告 是诗篇的二十篇第四节 这里说到 将你心所愿地赐给你 成就你的一切筹算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祂要将我们心里所愿的 都赐给我们 而且祂要成就我们一切的筹算 就是你正在做的计划 你正在做的规划 上帝也说祂要成就 所以今天晚上 为着你自己来祷告 你心中所愿的是什么 你所在做的计划是什么 你所在做的筹算是什么 你带着什么需要来 今天晚上上帝说 祂要将你心里所愿的赐给你 祂要成就你的一切筹算 所以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不管你心里所愿的是什么 这节经文今天要成为你的帮助 不管你正在做的计划筹算是什么 这节经文要成为你今天晚上的祝福 我们就为着我们自己 我们来祷告 阿们 主要祈祷 我们就把我们一起来祷告 祂祝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祂将我们心里所愿的赐给我们 能够成就我们一切的筹算 我们就把我们的愿望 把我们的想要 把我们的机会为话带到我们的筹茧 祂地亲自的为我们舞弃 祂地亲自的为我们成就 祂地亲自的为我们成就 祂与我们就相信 祂要成就我们 祂与我们就相信 祂就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祂祂我们就来投靠你 我们想自你的话语 祂相也跳意 我想自你的话语可以为我们成就 我们就 Ec mood 祂的为我们成就 祂对 protesters 祂远 discuss 祂只是教会 今天我要来祷告会的时候 我就一直有一个的感动 就是上帝今天晚上 要把平安放在我们的当中 有没有哪些人 你需要平安的 你在等待一个的结果 是你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觉得你需要平安 你做了一个的决定 可是你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需要平安的 或者是你就是很需要平安 在这个阶段里面 在这个季节里面 你所遇到的事情 你觉得你非常需要平安的 好不好你来到台前 让我们为你来祷告 今天晚上神要把平安给你 今天晚上神要让你知道 祂是你的力量 祂将你心中所愿地赐给你 而且成就你一切所做的筹算 祂要把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如果你需要 你就来到台前